一寸土一年末 一祸一树一探图 情世中爱变开在迷途 最近邓子齐这首桃花诺又火了 她完美的唱功 加上她独具穿透力的嗓音 把这首歌的凄美展现的淋漓尽致 说到邓子齐的唱功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她的鼻腔共鸣 如果你不会鼻腔共鸣的话 90%的歌都唱不好 鼻腔共鸣呢 能让我们的声音更加的明亮通透高耗 今天目录老师就用一招来带大家练回鼻腔共鸣 记得先点赞关注此视频哦 不然滑着滑着就看不见了 我们练习胸共鸣的时候 有提到过我们胸部要有微微的正感 那么我们练习鼻腔共鸣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鼻子这块地方要有微微的正感 我们可以学羊的叫声 咩咩 是不是能感觉到鼻子有微微的正感呢 记住这种感觉我们带入音阶来发一个内音 记住我们嘴巴一定要是横向开的 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打开牙关 为什么要打开牙关呢 是让你的口腔更有空间感 不然你唱歌就是这样子的 大部分的声音全部都在鼻子里面 特别的闷 现在跟老师一起做一组练习 我一遍你一遍 千万不要偷懒哦 再来一次 那我们练完之后呢 再来唱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一节目标准了 喜欢梦露老师同学 且点赞收藏加关注哦